留学生收到家乡寄来的包裹 却是让他吓了好一大跳 不仅外包装进水严重毁损 衣服球鞋也湿大大 看在眼里好心痛 消费者满心期待 收到商品却变成这副模样 拼拼打到货运公司投诉 还有人不知道 他的包裹到底在哪里 我已经等很久了 到底要多久 对 是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目前他们的新政策的关系 就是都没有办法清除货品 客服人员电话一通一通的接 仓储货物更惨 刷一整排纸箱 堆积在户外去风吹雨淋 拿到室内雨水狂低 已经取货的也很惨 也有电商业酒当场开箱 里头3C产品全淋雨泡烂 损失难以估计 心在堂血 进水的进水 烂掉的烂掉 你平常都是三天就到了 这个竟然要到10天 12天13天才到 而且到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怎么受得了 货物卡关 问题就出在台北关建设通关 自动化平台 包含预约或异常通报作业 用网路取代 人力提高效率 但17号压力测试卡关 人力又不能进到仓储理货 倒霉的还是消费者 货物进入他们货站之后 货站要减负保管的责任 那这一块的部分 我们当然海关会去要求货站 报关工会估计损是超过百万 准备跟货站提起行政诉讼 记者综合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因为米本人尽头 另外 马里 Network 剩下哈 时小一瓢 现在 收吓 结束 等